但是我覺得我也懷疑 也不會 我覺得第二次臨時會的時候 可能還是把... 趙遠 可能有一些... 十壯四也變六壯四嗎 我告訴你 主要是政治性的 我們都贊成真票 公開亮票 政治性的 譬如你倒裡萬一病 你就亮票 接受真票嘛 為你的投票負責 但是對於司法 準司法人員的投票 我們是反對亮票的 我們的界線是很清楚 從頭到尾都是一樣 這如果說是 這個政治性的議案議題 通通要檢票 要兩票 但是準司法人員 監察委員就是準司法人員 不能亮票 不能檢票 另外我告訴你聽 包宗和先生 他被提名為監委 他在立委員接受諮詢的時候 他說 靠邀我是不是去宣情 要做考試委員 怎麼會不斷變監察委員 各位你再聽聽看 現在數學士就沒開 你先去教你數學 這幾乎就是酬勇嘛 就是說阿 我就為你一定有討論 做服買菜做壞買菜 就是這樣亂搞 他怎麼這麼老實要說出來 所以我剛剛包宗和未來 這個就是監督執行的重要性 有時候他就會講出來 他那樣都沒有 他那樣也是政察委員 他還說他不換名 不換人 我們就要當他說 你這個名單 多買 你賠償 你賠償 他只是說 我本來是 他只是覺得莫名其名 沒有啦 柯次委員 拜到年了 你還沒拜到 不然你感到委員也好 這樣 對不對 沒他也好 你看把國家公器 當成從事 包宗和的考試委員位子 被我另外一個老師 蕭全正就先卡住了 因為蕭全正其實在好幾年前 我們有那個就是同學會 蕭全正那時候正好擔任 馬政府的這個把就是說五都 把台北把台北縣升格為新北市的 那個審查小組的重要成員 那當時我就知道說 老師你要做功 但是想不到還說 還等了四年 現在才考上 沒有沒有我覺得這個不符合 才變弄上了 陳大哥我覺得這個不符合 人事間做人處事的一個原則 我先請考試委員沒過 你幫我安排監察委員 如果我也是想要做的話 OK 我就接受了 我幹嘛出來贏這個事情 包宗和的 他就把這順說出來 因為這個監察委員 人家提名是要怎麼交代 不是 監察委員有一個監察委員的 那個審查小組 這個審查小組出來會講很多話 譬如有兩個人是零票 整個審查委員的推薦 沒有人推薦他啦 對 就是零票 李炳南還有高鳳先生是不是還是 不是 那個余恬方 對 一個零票一個一票 對 零票 你自己總統 李炳南 李炳南 余恬方是一票 幾人審查 不好意思 大概九個十一個的樣子 因為主要主要是 因為總統府的審見小組 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說如果候選人 兩票以下基本上是不推薦的 所以李炳南跟余恬方 本來應該是沒有 可是最後卻被馬英九這個立委形容 說從垃圾桶把它撿回來 所有的那個審見委員推薦的 有幾個是滿分的 全票的 連任的委員 結果都沒有提名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他變滿久不忠的 所以連審見小組其實都是一樣 什麼人是全票的 全票通過的 我知道有連任要拿三個 像是吳鳳山 黃航秀 有幾個是全票的 因為他們在黃世民案的時候 都要彈劾黃世民嘛 那五個啦 李炳南 李炳南跟余騰方 都是拒絕彈劾 就是投反對彈劾黃世民票的 那這兩個 這兩個是聽馬英九話的 那對馬英九來講 這我的管理啊 要怎麼用就怎麼用啊 我再說一個 這個荒謬讓大家知道 彈劾郭冠英 是那個前林匯軍彈劾 第一次彈劾的時候 因為監察委員還沒有提名 還沒有提名 這個荒謙大家都在想說 反社會再提個我 那些是糾正案 糾正案 糾正政府 大家都想說 反社會提名就我 所以我們就不要糾正過 大家都知道 郭冠英是誰的人了嘛 他那麼有 那麼厲害 能跑到省政府去當一個翻譯 這個一定大有來頭 一定是總統在支持 所以就沒有跟他糾正 第二次提名好了 那些落選的監委都知道 我沒有了 糾正通過 這就是槍戰衣 可是通過沒有用啊 台灣省政府 他說我尊重監察院的職權 但是郭冠英照樣退休 照領退休金啊 那你這種監察院要留著幹什麼 對啦 考試院跟監察院這兩個 本來就一直被討論 那西方國家是三權 我們台灣要五權 那到底是不是需要這兩權 那在阿扁的時候 兩年多快三年 三年半 三年半沒有監察院 完全沒有運作 然後我們台灣有變怎麼樣嗎 而且監察院的員工說 那是他人生最幸福的一段時間 不過那也是公堂浪費啦 那些車每天早上都要起來發 沒有你車久沒發 但是他不知道他在誰嘛 老闆都沒來 好 那我跟大家報告就是 考試院呢 他是獨立 監察委員呢 他是超然 那在過去 在過去都是有黨派的一個 譬如說國民黨雖然是執政 那他不會 他不會二十九個 包含了院長 副院長 二十九個監委 全部都是他的 所以你就知道這一次的名單 馬英九也在看 可是他最後做的決定是 都完了 完全不要分給 所謂超然嘛 就是黨派不要介入 但是都要有 連親民黨跟新黨 可能都有一點推薦 然後學界 什麼樣婦女團體 就開始弄中 所以為什麼會從垃圾桶撈回來 因為只要是對我忠心的 就是接下來六年的好監委 因為接下來六年當中 馬英九會有四年不是總統 所以這個對我來講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控水閥 那些人真的馬英九 不需要監委 這個觀眾朋友可能要了解 吳峰山黃鴻雄 是去給這些審券小組 感覺說這最好的 這是全票通過 認真打拚 可能是十一票 全部都覺得說這讚 但是不要人家不用 因為他們彈劾黃市民 去用那個什麼 零票 零票 余騰芳 余騰芳 不好意思余騰芳 余騰芳一票 去求最賣的最賣的 他要用 不能說賣到賣了 其實沒有被投票 沒有賣 不適任 他的審券小組覺得你賣嗎 不適任 對啊 不好意思 只有李秉仁他是新黨 他以前是國代 他現在在台大國發首 那這個人是代表的新黨 所以我想 他那是黨派的考量 就算零票 新黨也要有一個人來代表 余騰芳算是比較挺 過去是屬於王金平人馬 但是他現在已經背離了 算背骨 背骨 背叛王金平 這個也有賞 所以這個都是 王金平是以前的體面 這樣 王金平這四人最大的 就有很多尿器 搞磨 他都搞磨 以前就是王金平的馬 沒有啦 我們用忠信爺的字 鍾鼎山林馬 誰鍾鼎山林 不能有鍾鼎山林的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蔡委員 他對偉翰說 雖然是第一次臨時會 監察委員沒有過 那現在這個7月28號 開第二次嘛 另一邊就是要過嗎 會過嗎 我相信也不會過啦 國民黨裡面我聽 你太看不起馬英九 除非啦 他就是人叮人 黨紀處分去投票 人叮人 那如果十幾個 國民黨的委員 老實說 就已經打算 在下午的委員投票的時候 要拉下不少的 將來提名人 就已經有打算了 他們十幾個 所以第二度在投票的時候 如果下一次投票的時候 民進黨還是會記輸杯葛啦 我們的原則就是說 你主要不要用黨籍 讓所有的立委 自由去投票 那就讓他投 所以這次監委提名的人 你都沒有一個看會教他就對了 你再想 多一個不是酬庸 不是政治打手 不是馬猶猶 哪一個 你主要舉出一個 不是酬庸的 不是政治打手 不是馬猶猶 我們就這樣通過 不是嘛 你怎麼不要用 張柏雅 張柏雅可以當政察院院長嗎 我們一年多少錢 他就剛才行使人事同意前 過去而已 中選會 當你是台灣動作什麼 李萬元動作什麼 我一年前行使人事同意前 讓你做中選會的主委 你做問題嗎 你還要做檢查議長 還叫我們跟你做一次 因為人家 九月政爭有功 是啊 而且你那個中選會 在面對九月政爭的時候 那種公文流程的 讓人家感覺到 你就是政治打手 那王金平這次的態度是怎麼樣 我們要檢查議員是什麼 客觀公正 心中有一個天平 任對公務人員的這種監督 彈劾糾正 我想王金平 是好不容易 我必須講 九月政爭讓台灣 終於出現一個 稍微中立的 立法院院長 也就是說王金平在這一次 他沒有幫忙國民黨 他沒有幫忙國民黨 所以名單才會 到後來會被卡關嘛 說實在 王金平是很關鍵的角色 如果不是國民黨一起卡 民進黨四十幾怎麼拼六十四十 怎麼卡也卡不住 對嘛 是國民黨在卡 不敢說國民黨全部卡 很多人在卡 台面上是民進黨 國民黨在卡 但是台面下 國民黨是有在幫忙 對 那全部黨的立委 全部follow這個黨的意志 你擋不住他 可以卡不住他 對啊沒錯 我們就拿考試委員跟進黨五名 那我的意思說 王金平現在在這個過程裡面 他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王金平這一次 他很聰明 因為這次監委一提名對不對 王金平都一句話都還沒講的時候 媒體就說 這個是九月政爭的Part 2 第二回合要開打 所以王金平他很聰明 王金平很清楚他說 我即使都不動 人家都會把我跟監委的統一權卡上關係 因為卡一個黃世民彈何在 卡一個九月政爭嘛 所以王金平這次真的是連動都不敢動 這次真正在操盤是誰 是老柯嘛 是柯總召在弄 柯建民在弄嘛 那我說王金平唯一的角色 柯建民是民進黨 對 那王金平唯一的角色叫做 民進黨的 被動放水 民進黨的這個總召去影響國民黨 不是 應該講國民黨自己本身 有意見 他才有操作的空間 我剛剛就講說 你看考試委員 考試委員民進黨是不投票就走了 那就是國民黨全部投票 為什麼 因為也就是說當國民黨本身內部 不同的意見比較小聲的時候 換句話說黨的意識可以貫徹的時候 民進黨也知道說這事不可為 所以考試委員是全票都通過嘛 全補通過 好 那為什麼建造委員 反而有操作的空間 就是因為國民黨裡頭有不同的聲音嗎 包括黨團自己 另外搞一個省建小組 召集人跟李學章就說了 說這裏面至少兩個有刑案的 有刑事前可 刑案的 對 是誰人 看照說還有 還有一個換梁秀 要換什麼罪 他們在職務裡面的